当前两岸有个最重大的不同就是对待人民的态度 大陆是拥抱人民 而台湾是制造恐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大庆中 通篇贯穿和高扬人民主题 突出包扬每一个中国人 每一个奋斗者对国家的贡献 这体现了中国大陆始终把实现人民幸福 民族复兴作为出发点 而反观这民进党 假台湾安全之名疯狂制造社会恐惧 还把大陆社会进步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说成是什么 对区域稳定和和平的挑战 民进党这样说 无非是为了掩盖民进党施政无能的马脚 二是为了独占政权制造借口 三是抗拒大陆不断增长的影响力 在互联网信息日益发达的今天 民进党想阻止台湾民众获得信息 遏制大陆不断增长的影响力 剥夺台湾民众的选择权 完全是不自量力 是唐吉赫德的唐碧当车 是对其标榜的民主自由价值的绝妙讽刺 这实质上是要借恐惧掩饰 民进党执政无能的皇帝新装 恰恰是暴露了民进党当局 无力应对大陆崛起的怯懦 两岸对人民不同的态度 也昭示着其不同的未来 台湾同胞该拥抱谁 答案不言则明 心怀两岸快语 这里是两岸快评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